審議案4 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93、193-1、195、195-1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提請審議 大同區重慶北路二段193、193-1、195、195-1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4條第15條 古蹟指定及廢紙辦法 意識建築登陸廢紙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情形 本局前於104年11月 受理民眾徐一鴻先生 他非所有權人 因此我們提報 所以就以列策來做一個審查 在104年11月26日 我們邀請了理前郎委員 張坤正委員及文維州老師 共同至現場勘查提供意見 經審查結果是建議列策追蹤 那本雕帝的所有權人呢 為林秀峰、林茂生、林秀泉、林茂祥 四個人所共同共有 那104年12月5號 所有權人之一 林茂祥先生呢 就提出了古蹟指定或歷史建築登陸的申請表 向本局提出申請 那針對所有權人的保存意願的部分 林茂祥與林秀峰、林秀泉三位是希望保存的 那另一位所有權人 林茂生先生與其他三位共有人 目前是在進行鑑定標的共有物分割訴訟程序 林茂生先生擔憂 那本案如果文字價值鑑定結果 會影響到法律的判決 所以不希望成為文化資產後 建物就不能進行分割使用 那本案呢 就是受理了民眾的申請後 所以我們在105年1月6號 籌組了專案小組 由薛琴委員為召集人 王慧鈞委員、周忠賢委員 詹天泉委員、林茂朗委員 當日會看請假 辦理本案建物文化資產審議的現場 會刊 那相關的記錄 請委員上參附件三 那初步討論的結果呢 是具有歷史建築價值 然後請本局呢 依據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的 相關組織規則 及歷史建築登錄 審議廢職審查 輔助辦法的規定 將文化資產的評估報告 要續送本會審議 那專案小組的相關意見的 災要也請委員這邊 詳參書面意見 那有關那個整個的 審查評估報告也請委員 詳參意見 那以下我針對整個評估報告 做一個簡述的一個說明 那這個部分就是 這個地級建物套繪圖 那這個是土地使用分區 它是位於第三種商業區 這個建築的規模呢 它興建於1966年 它有使用執照 然後地上四層的一個 RC家常專造建築 平面為口製型 中央有天井 那它目前使用的現況呢 是零花泰茶行的店面 辦公室倉庫工廠與住家使用 它的整個座落面積的土地 有座落無比地號 那合計面積是690米平方 那建築樓地板面積呢 依照地震登記的話 是2041.5平方公尺 那如果以使用執照的登記面積 是1708.178平方公尺 那經查這個相關資料 也對呢 那目前的地震資料 有一個部分可能有誤 就是它裡面出現了 539的一個鍵號 那因為539鍵號的面積 比它坐落的土地 698的面積還大 那所以很明確的知道 它是有登記錯誤 那事實上我們有跟地震單位 電話確認 它這邊是口頭證實說 應該是有誤 那不過因為相關的註銷登記 是需要由所有權人這邊去申請 那我們這邊也已經轉支 給所有權人這個訊息 那後續由他們去進行更正 那這不影響到我們文資保存的程序 這只是一個補充 那所有權保存 因為剛剛有講到了 所有人四個人 之三是林茂祥先生 林秀峰先生 林秀全是希望保存的 那林茂祥先生呢 他是因為有 共有物的分割訴訟問題 他擔憂這樣的一個文資鑑定 會影響到他們後面分割的結果 那相關他的陳述意見 可能有給委員這邊參考 然後這是他的一個現況照片 那相關的那個器具這個部分 他們有現場是都有留著 然後這個部分是他內部 樓上部分有一些查貨的堆放 跟儲藏 那目前他的窗戶 多數保持了木窗 他的樓梯是有摩石製的一個建材 然後住家使用跟一些情形 那這是中庭的照片 然後這個左邊左上方是他的外觀建築形式 然後左下角是他屋頂的一個細部設計 雖然他外觀的那個窗戶是有做那個旅門窗 可是他內部的窗戶是沒有卸掉 他是他在外面再加上的一個旅門窗 那這個專案小組的意見 事實上四位出席的專案小組 都還滿致的意見是 他的價值是具有歷史建築價值 那共同的建議名稱都是林華泰查行 那依據那個文資法的相關規定呢 他的一個重要性也做了一個建議 那相關的理由跟建議事實上請委員翔 掺那個書面資料 那所以說在整個評估 專案小組的評估報告裡面 他的是文化資產類別是歷史建築 名稱是林華泰查行 他的種類就宅地 那位子就是大同區崇信北路二段 193、193-1、195、195-1號地址 那登錄理由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是到時候我們後續 如果委員這邊認為是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我們在於討論 那未來的管理維護財務規劃呢 那依照那個文資法是 其實一條的部分 是需要做一些評估 那我們這個文化資產是屬於私有的文化資產 所以呢 我們每年文化局都針對私有文化資產 有一些補助機制 所有人可以按照這個規定 提受相關計畫 甚至本局申請 那實質上的管理財務 可能還是等候所有人今天有出席 可以請所有人補充說明 那整個範圍影響的評估呢 本案的保存範圍的土地跟建物所有權人是明確的 所有權人保留了當年的建築設計書圖 建築物亦有使用許可執照 對未來的修復再利用有幫助 那本建案未來可能因為所有權人採權分割 而改變現有的使用方式 所以呢 後續本標的的保存再利用方式 是否請委員提供一些原則性的規範與建議 那以上先初步做一個保存評估的說明 那後續可能今天所有權人 會再做意見陳述的表示 以上 好謝謝 我們相關的代表要不要先 補充說明 我跟妳講那個 我出席的兩位資訊一選 在那邊要補充工作吧 是 是 要說明嗎 那今天先表達這個意見 那是因為 首先在法律上的問題 就是 是讓地方法院通過可以分割了 後來 我們兄弟在康告 高等法院也可以分割了 選擇分割了 現在為什麼法律上這個性 都是為了我們兄弟為了這個產權問題 要用利用無法去影響這個判決 因為這個兄弟 因為我們這一代如果沒有解決 下一代也是沒有辦法進行 但是還有一個樣的風格 一定要分割 但共有沒辦法分割 現在主要是分割問題 不要影響到產權問題 而這個我沒有 這是我的兒子 那這個 這個年代 因為我在那邊出生 在那邊住在那長大 我住到那邊 我四個兄弟 結果我住的最近 但應該也沒有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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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建築 那個乾淨水的婦女婦淋造 都有 都四成二年 對不對 所以在外面已經經過 以前我從修過來 已經都以前了 因為路財已經壞掉了 用那個 那個 那個 全部被蓋過了 不是原來的那樣子 這主要不是這個 主要是 人風格問題 我們 現在走到法院 還剩下最高法院 不好意思 我可以補一下 其實你可以看他那個一些 因為這個意見書上面的時候 有一些資料就是可以 可以說 他因為在還沒有任何 經過任何討論的時候 他就已經 已經跟 法院那邊已經有著名說 他已經是 被判決為 被判決為有歷史鑑定價值的那個 他就已經開始 就已經開始公告這些東西了 然後 因為最主要他 他並 如果他是真的要 要維護這個就算了 可是他最主要是希望說因為 因為利用文化群把它造成一個歷史 一個歷史有架著東西 然後去影響 所謂在法官那邊的判決 所以基本上是 如果 如果是因為這樣子而去 去利用文化群 然後變成這個反而沒有很大的意義在 好 這樣 我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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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有補出來一個那個 網隊 一個 這本書過來 所以 將來可以都可以看到 網路可以看到 因為基本上可以看看上面所著名的 然後跟他有寫給法官 提供給法官那邊的一些相關資料 所以 基本上他就是希望說利用這個把它搶為歷史這樣 這個建築物然後來影響到那些判決 那我覺得這樣做的話 那如果要 我也這樣硬把這用成歷史建築物的話 反而沒有太大意義 反而是利用這樣子的一個關係這樣子 所以 我今天有補出來這個文件到文化局 這個這邊參考了一些 我以為桌上有那個 那個 所有人的補充意見 另外一份 其他的 林茂翔 林秀峰 林秀全 沒有到頭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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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拜託 我想代表補充說明 我這邊有準備了十份的那個 報告的請委員會參考一下 因為這是臨時他提的 所以分數只有十份 那我們就先給外聘委員這邊採討 口頭要補充嗎 對 因為 是有做一些資料 這個 林茂翔的文化資產重要性與獨特性 有自查的歷史 記憶的傳承 文化的空間 還有傳承的貢獻 林茂大會保存台灣和台北市的 資產重要的使命 同時保存了無形與有形的文化資產 無形的文化資產是記憶的傳承 血緣與非血緣的關係 我們有繼續在努力的維持著 歷經五代的獨特的技術 茶葉技術自查 文化的傳承及貢獻 是在持續相傳 心火相傳中 與學校的產學合作 又有新的文化資產 在這邊有 我們的這屋子裡面 有自查的工具 還有自查的空間 我們空間會保存之後 自查技術和空間 對於那個最好 就保存文化的發展 做最佳的見證與說明 放棄任何一部分 皆為文化資產的重要遺憾 林茂太長要願意配合 保存台灣文化茶葉資產 物性的文化資產 跟有性的文化資產 這雙方是有相關的 我們有人還有血緣還有非血緣 記憶、群體、產品跟空間 歷史 建政大道成百年茶葉的發展史 記憶是保存茶葉的上下油製程 空間是保存佔貨出席自查 居住、倉庫及建物的特色 建築空間的獨特性 是我們是龍四合院般的 前店後廠 建築外觀是善後台灣建築的典型風格 室內有四米的挑高 用檜木製作 至今保存良好 後面是工廠 昔日傳統的培隆間 還有保有兩個陪隆 木炭現在是改成機械式在烘茶 中庭是可以堆製一些茶葉 也可以在那邊有休閒的空間 紅赤茶的歷史是從1883年開始 日據時代至今已有130餘年 臺北市目前僅存的三家茶廠之一 見證了大稻城的茶香歲月 是臺灣歷史上最悠久的茶莊之一 林環太堂的茶葉源源 是來自泉州安溪縣居實定在經營茶葉 後來到臺北市現在這個地方 已經有五代了 見證了整個大稻城的產業歷史 是臺灣最悠久的歷史茶莊之一 保存了治茶還有上下游完整的體系 我們有敬意的傳承 後面可以參考 我們這邊是 有紅色的部分是有血緣關係的 對不起下一張 這個紅色部分有血緣關係的 那那個 對不起還是下一張不好意思 然後那個另外兩邊 另外一邊黑色部分是沒有血緣關係的 那個鄧灣居師傅跟著林大春 學習治茶之一 至今還在林環太常服務 廖民中先生五十四年生的 也是在這邊傳承到現在 我們還有下一輩的六十七年生的 也是在這邊繼續的努力的維持下去 這是非血緣的 血緣關係的有林盛太還有康如華 我們這個是在這邊繼續在努力製作的 後面有一些茶葉的那個每一個步驟 可以供參考 然後可以這些圖片 師徒在傳授的圖片 還有學校產學合作 大學生實習的現況 後面教如何包裝 如何選茶 如何自茶 我們都有特別的做 傳承的貢獻 培養年輕師傅 傳承自茶記憶 直系跟非直系的都有 積極與學校建立合作關係 接受學生的實習 各大台北各大學校 做推廣茶葉的文化 接受老師帶學生自茶行 通常校外教學 我們還配合台北市的文化局 觀光局 傳播錄製的很多一些影片 還有參加一些導覽活動 把從文化資產獲得文資委員的肯定 請參考復健 後面的影片是 是觀傳局來拍的影片 給大家可以欣賞 主要是因為 家父家母事實上都在這邊 創造了台灣茶葉的歷史 希望對台灣茶葉 還有平民對台灣茶葉 歷史有了解的人 都還了解我爸爸 我們現在三個人是為了 要幫我爸爸傳承下去 所以最重要就是說 甚至於我們老三老四 都在這邊長大的 所以萬一我提出 維護我們年華泰的文化資產的話 我們提出以下四點具體的做法 我們都同意把年華泰查行 現有文化資產保留下來 還有我們一定遵守文資法的規定 做好文化資產的保護 未經政府同意 我們絕不擅自 變動年華泰的 無形和有形的文化資產 我們會全力吹謊茶葉文化 繼續自查記憶的傳承 無論是學員或非學員 與學校產學合作 甚至於我們這幾年來 都接受台灣的新聞局 太多外國記者 都來和我們常常來參觀訪問 所以我們接受學校的 校外教學預約 然後已經太多例子 並且全力配合 台北社摩拉局和觀傳局的活動 好 好 就以上就這樣子 好 這邊 是 我知道 你還不錯 以上都很好 因為基本上 以前在年華泰做 製造做茶葉的相關事業 只有我爸爸在做 就是所謂只有老二留下來做 現在裡面都已經完全都不是 相關人員在做的話 那這樣維持那個有什麼意義 原本在自查 四個 我爸爸四個兄弟當中 只有他一個人留在台灣 跟我也在做茶 那其他的叔叔 或者大伯 他們都已經是搬離開那個家裡了 然後 然後學茶也只有他 原本的師傅也是 我們現在在隔壁開了一間 禮貌生茶行 所以全部的原本自查的師傅 跟選茶的老闆 全部都移到隔壁去 那裡面那一間林華泰已經不是原來的 原本在自查人在做的話 那是因為保存帳有什麼特別在他的引力嗎 教授那個 為什麼要不要先針對 反正這個文師審議跟這個 未來這個歷史建物的這些登錄 他跟現在這個相關 這個家族這些內部的這些 所謂的分割疏鬆 他有什麼樣的一個 必然或沒有相對關係的部分 要不要先說一下 要不然他們現在覺得說 會在這個文師審議文會裡面 爭執在這個重點的地方 不是嗎 我們主要是針對這個文師審議 跟歷史建築的這些部分 跟相關的所有權能還有委員這邊報告 那文資審議 特別在文化局的文化資產法的審議裡面 可能不是在解決施權的正義 我們也不是法院的上述機關 所以各位先做這樣的一個前提 那不管怎麼樣 那這裡面其實報進來的 大概有四個所有權能 現在有三個是報進來的 當然也不是四分之三就可以決議 那我也要跟各位報告 現在其實以現在的狀況 就算是非所有權能提進來 我們也要審議 如果有危險的話也要立即審議 何況是所有權能裡面也有人報進來 那審議的範圍當然以文化資產的價值為主軸 那文化資產價值的主軸 當然包括歷史的層面 包括很多建築的層面 還有無形文化資產的層面 他都要去考量 那他不管你現在 就你自己的觀點做表達 他最後還是要經過專業的判斷 就是說當所有權能 各自有提出你們自己對價值的看法 那我們還是要經過專業的判斷 那有幾個項目 我相信我不用在這邊重複 委員都比我清楚 所以等一下就委員的部分 還是麻煩委員就價值可以判斷 那也不是為了解決思選 來在這個審議會裡面做論述 可能我們文化局先做這樣的敘述 我想我們還是進入這個案件內容的審查 那剛才文化局的部分 我們是特別給這個 所有的相關所有權的人 或是這些代表的一個理解 好不好 就是說文字會跟各位之間 要表述的這個價值上的一個任意 就是文字會在這邊是針對 文化價值的專業審查 那你們在其他方面 直接分割輸送或所有權 或權益的主張 這不會影響到這個文字的這些審議 好不好 我想這大家也要關心 我們針對這個案件的內容 那麼本案的內容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指教的地方 是不是選了個別的專案小組的委員 好 專案小組的委員會簽過我們指教一下 那請給我們 事實上剛剛夫婿長也講過 剛剛有報告 那個當年報告也相當詳細了 社會委員我們都一直認為他的文化 歷史文化的獎制 那當然這個 因為他們是一個底下釋反 他們之前有一些爭議 那也的確也刪除到法院 也有一些判決了 但是剛剛就直接談到 就是說我們文化資產委員會 就針對文化資產價值 並不是說其他假借這個文化資產的民意 來擾亂法院的判決 我想這個絕對不是 我們是針對他的本身文化資產價值 文化資產價值 第一個 它沒有所謂的時間限制 並不是說它的歷史一定要超過100年 沒有 在世界遺產裡面最年輕的 我想澳洲雪梨哥劇院 它都是世界遺產 它比你們這個女華太還要年輕 還要年輕 即使在台北 台北的回教建築 也比這個年輕 所以我想這個時間不是越久 我們還是就它本身的 也不是說建築的外觀 而使它的基本上的建築功能 它實在是有它的這個價值權 現在 那我想這個年華太 我想在台北 在台灣整個在茶葉市場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勝的 那能夠保留任何個空間 歷史空間 即使我們講這個四環他們這個 都是過去在這裡生存的空間 那這個歷史記也還是要可以保存 大概我們委員最後的決定 也還是所謂的歷史建築 再一次跟我們實在一起 好 謝謝 副長 副委員大概就 綜合了我們專案小組和成員的一個意見 那我們在場 其他委員有沒有針對這個 生意有一點的事情 我想先請問一下 就是 林國化 代表 如果他指定立件的話 對你的權利有什麼影響嗎 有沒有實質上的影響 現在要向來 風格會有何強 這樣 風格也有何強 沒有何強 建築還是不會猜 對 建築還是不會猜 建築不會猜 但這個權力還是可以 權力義務還是可以 對 那是牆要 牆可以封割 不封割 不封割 怎麼能封割 你要分開使用 對 分開使用 主要是這樣 你要分別不同的使用 對 因為沒有牆沒割 那怎麼使用 對 主要是封割使用 那是這樣子 就是說 他原來的申請人 剛剛他們這個簡報 我聽了也是很感動 因為他們這個在整個大道神 在1883年 這個他們成立了就是你們的聯華太 這個財業已經有100多年了 古籍的鑑定是一個社會文化財 就是他對社會上有沒有這個價值 如果是對社會的這個有文化資產的意義 那我們文字會最主要是著重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不牽涉到私人的權力上的關係 權力是第二個層次 指定以後 那個權力上也許可能 如果一般我們的這個案例的話 那個是權力義務的在平衡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 是可以解決的 比如說以這個大道神的茶葉來說 這個產業的文化史是台北的最大的重要 就是重要的一個歷史 歷史上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歷史的這個事件 大道神也就是因為茶葉所以才這樣興盛起來 那麼從這個安息過來的 大概一個就是王家 一個就是林家 另外還有一個在那個碼頭 比較接見碼的那個陳家 這幾個是非常重要的 那王家本來他也是兄弟很多 也是本來意見很多 本來要這個登陸為例件 本來登陸為古蹟 他們很多不同意都在我們要改現當中 後來他們商量的結果 他是說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東西 如果我們共同能夠保存做一個紀念 有什麼不好 然後我們利用這個 將來即使要改建這個權力不影響 我們要改建那個容器 所以他後面蓋了大樓 他們還是可以把那個權力這個價值再收回來 結果把祖先的東西這樣留下來 他們後來覺得說 這個很有道理也是非常好 他們兄弟也就這樣講通 實際上對他們權力好像也沒有什麼影響 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可以用明法上所謂物上代位 我的實質的建築物 我不一定把它分割變成分配使用 但是我可以拿權力金 比如說兄弟你們要保留 那你權力金可以給我 他也可以等於說買回去 那就用權力金這個代替這樣做 這也是很多處理方式的 是這個意思的 所以我是想過去我們這個 遇到有很多的案例 比如說萬華有一個醫院 有一個醫院 他也是很大 我們要把它做鼓勵 也是兄弟不同的意見 他也是想說我要把它分了 我們就是這樣要居住等等很多 所以像這個法院訴訟 不是我們文化局管 我們不管這個 我們只管就是說 它對社會上有沒有意義 雖然這個建築物建立不久 不過它傳承了這個產業的歷史 本來是從迪化街附近 對吧 那現在有一部分就搬到 就是往民生東西路向遷移 有一部分是往重慶南北路 重慶北路就遷移 在日治時候呢 有的一部分就遷移到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委員會大概是有幾種處理 一種是說大家的意見等一下 我們看看它的確有沒有它的意義 它這個是產業史 產業上的這個價格 產業上的傳承 剛剛那個報告人非常感動 他也特別強調說 不管是傳承血緣關係的 跟非血緣的關係的 大概你們現在著重點是 有的不是血緣的關係 所以你們大概很在意這一點 所以我是想等一下 我們這個委員會再討論 就是這樣的一個傳承 因為有住家 有這個店面 還有這個工廠 這樣完整一個 現在除了這個王家以外 這個王家就是這個新芳村 還有呢 就是現在那個朝陽公園 那個也是王家 他還保存這個非常完整 這個王家的這個呢 很多人說要讓他改建 都跟他談條件 你這一片這麼好 又在公園旁邊太好了 我們跟你合建 他說不要 我要保存紀念主線 他又是另外一種想法 所以那個王先生呢 文化學我們跟他談他說 我願意保存做例件 所以這也是給你們做參考 後來他們現在就把那個原來的例面 就保存下來 這個就是現在變成二樓呢 他的空間也作為這個南館的使用活動 免費提供 他也是想到是說承擔社會的責任 跟傳承主天的這個茶葉的這個文化 茶葉的這個產業 這也是讓人家很感動的 所以曾經很多這個很多活動就這樣來 現在很多觀光客跑到他這個二樓上去 一樓去買茶葉 跑到二樓去聽南館 他也是想說南館也是我們從前週過來的 也是一種文化 所以他們我覺得都是非常感動 那剛剛那個贊成這個作為古建 他們也有著觸發點也是非常善良 倒不是說為了這個 為了組織阻礙大家採用全力的這個混配 所以這個是我的前見 我想問一下 委員他們是以說 單純以建築物的部分去做考量 可是你要知道說 在林華泰裡面 唯一有從我爺爺那部分 學到茶葉相關的記憶 是只有我父親 以前也是 他是唯一一個小孩子留在那邊的 裡面 如果你 你如果考量 如果以 建築層面來講 我可能沒有話講 可是如果要以說 整個茶葉的記憶傳承的話 我相信 其他如果我叔叔 我阿伯他們都沒有 都沒有進行這些 然後用以他們的話來講 這些我覺得有點說不通 而且裡面 陳 最主要在裡面 在那邊在調查的 以往在林華泰 調查的只有 老闆在調查 就是所謂 只有我爺爺 然後還有我父親在調查 其他的沒有任何人在調查 所以整個 記憶的傳承 只有他繼承到 還有現在所有陪茶的師父 現在都已經不是在那邊 在那邊現在都已經幾乎都不是完全在做茶的人 甚至連陪茶的師父都不是 然後中間 他講到那個 鄧灣 那個鄧先生那個 他姓鄧嗎 他那個是 他中間有 離開林華泰 因為 當初我父親離開林華泰的時候 所有師父認為說 過去林華泰只有在他 在他 只有他 只有他 他做茶葉 只有他懂茶葉 所以所有的師父才願意跟著我們離開 是這個原因 所以當林華泰沒有任何人的時候 他們才重新拔 我問一下 你為什麼要離開 因為大家都在爭執那個茶葉的財產 然後在炒那個財產 他要求說 我們如果要繼續經營那個茶葉 我覺得說要繼承這個東西 大家都在想說 林華泰這個東西 這個名字 庇佑多少人 然後 我們當然是 作為我們這一房 唯一留在林華泰的人 我們當然是希望可以繼續 在那邊做茶葉 可是其他的兄弟回來 炒這個財產的部分 希望我們用高價的價位把它買下來 然後 突然就是因為說 那個價位開得太高 上億元這樣子 那我們也覺得也不合理 後來炒到沒辦法處理的時候 我父親當然是覺得說 好不然你們有辦法 你們沒有學復茶葉 你們都要來炒這個區塊 不然你們來 你們回來承接 我們就離開了 所以當我們離開的時候 所有的師傅也都跟著我父親離開 所以我們現在在隔壁開了一間 屬於我父親自己的 所以 我們這邊大部分客人是哪裡來 也都是從林華泰來 為什麼從林華泰來 因為林華泰味道變得跟以前不一樣 所有茶葉一定是經由老闆選 不會經由任何師傅去選 所以只有老闆才會知道那邊的味道 新開的是不是叫林茂生 林茂生 對 用他的名字 因為基本上 我們一離開 我叔叔他們 就一直告一直告我們 告好幾件 雖然告到目前都失敗 無論找到機會就一直拼命告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當一個有記憶傳承的 這樣子一直被這樣子告 然後後來沒有學過任何茶葉的 一直拼命在要求說 我們要傳承那些東西 不覺得這樣有點說不過去嗎 那以前在林華泰做茶葉辛苦 沒有任何小孩子願意留在那邊 只有父親一個人願意留在那邊 然後結果大家回來 就只是為了 為了 你覺得大家回來是 是 我叔叔他們之後 都已經六七十歲 回來說要學茶葉 那小孩子都現在都在 到外國 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人可以繼承下去 然後回來的時候 你會相信他是真的 要為這個茶葉的產業做著想嗎 然後現在他來說 要為了這個茶葉的關係 要去希望他可以做成歷史這樣子 然後我們 你覺得我們真的在做茶葉的人 真的在唯一有在做茶葉的人 我們會怎麼想 我們當然是希望 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你 從來沒有做過茶葉 你回來 你跟我說你要繼承這個東西 然後說 要保留這個東西 是為了那個價值 沒有學過茶葉的人 說要這樣保留 有學過茶 然後說 有學過茶葉 不想要 我覺得林華泰真正對大家來說 真的有價值的部分 是他的記憶的傳承 是從偉業下來留下來 林華泰 對林華泰真的有價值的人 今天 林華泰並不是包裝特別漂亮 他真的 對大家來說 是他的口感 他吃的東西 他的記憶 然後他 他花 花那個錢 去買到這種 一個CP值很高的東西 然後這也就是我們所接受下來的東西 結果反而有 一個從來沒有做過茶葉的人 然後一直說 說他們想要保留這個 我覺得這個有點說不過去 而且我父親從 已經摸茶葉之後摸了四五十年這樣子 然後 然後結果 結果反而 被說的好像是我們不想要留這個 因為我們覺得林華泰真的對大家來說有價值 是那個技術的傳承 在林華泰如果選茶葉 一定是由老闆桶頭選茶葉 然後由專業的師傅下去賠茶 所以 我們在這部分 對茶葉的東西都是完全了解 所以 我覺得說所有的委員 考量這個東西 是為 是單純以那個建築物來講 我覺得這個當然 這個當然 因為例 他在那邊有久了嘛 這可能大家很難有 有任何意見 可是如果要以傳承的部分來講 這個東西我覺得說 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這個 這部分 我們還是見到這個 本案的實質內容 就是他無法資產的價值跟意義來討論 就是說 我們今天的這個 討論 如果說 這個 未來能夠通過的話 那他的名稱是 林華泰茶坊 這五個字 是韓的建物 再加上林華泰茶 剛才大家所探討的 一路由來的過程 我想這個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就是說 我們還是盡到實質地去討論 確實就是說 這裡面可能有一些 私權的糾紛 我剛才特別強調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文化資產的這個 保存過程 或最後的這些結果 跟未來的運用 不要去介入 也不能去介入 私權的糾紛 的處理 或是所影響到 但是如果 未來我們在審議的過程裡面 因為是一個專業的審議 如果有不當 或不小心 傷害到這個 私權糾紛的這個 處理的話 當然隨時大家都可以提出來 我想要不然的話 我們接下來 就不再去探討 這個私權的這個 糾紛的內容 因為這不在 文化資產審議的這個 過程裡面 我們要去考量的部分 好吧 我先做兩說明 我還是請教 在場的委員 那麼針對這個案子的審議 還有尤其是專業小組所提出來的 這個具體的這些建議 大家有沒有什麼意見 要修訂或是要反對或贊成就要 如果沒有 剛才這樣子 是 不是 如果各位沒有一件 當然另外有一個 跟這個指定 並不是直接相關的一件 所以成為他們剛剛說的一件 我們過去的文化資產比較重視有型 但也是同樣的新房 它有一張一個鑽章是無形的 那我們過去為無形的 往往都偏重在傳統的匠師 包括修瓦啦 修這個母 事實上我們講傳統工藝的保存 不只是這個 包括資產的技術也是幾個工藝 把這種用傳統方式 怎麼樣去選擇 怎麼樣去培訓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講工藝遺產 很重要的一個傳統系的一種保存 所以我想認識這個東西 我們除了有型的 跟無型的話 將來也是要學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建議就是 我們這個文化局 可以跟他們多去聯繫 建議這個關係 我們想你們最重要的 怎麼樣把這個無形的保存下來 那這個才是更重要的 你想繼續 這個文化這個 查業傳人 如果專業 文化比如說 關於查業的方面 還可以說 我都可以解釋很清楚 查業方面 各方面 請大家可以補充說明一下嗎 這位我們直系選員中 有位林勝泰 上網可以查得到 他是因為講師 茶業的講師 他可以教 他教導很多人去了解茶業 推廣這個部分 已經很多年了 他在那個電視上也有推廣 教人家怎麼去認識查 選查 號查 他都有在教導 那我們是有努力在做 我們是一路都有在 一路教人家去如何選查 我們本身是根據查農去學 如何去從每一個步驟 通通都學了 所以我們是一直努力在做這件事情 謝謝 好 包括主題 這樣啦 就是那個剛剛薛委員提那個部分 就是五行的 包括那個人間國寶的部分 那文化局另外會去請教相關的 包括查的部分都會 那其實大概每個縣市也都有提 前幾天中央也才提 人間國寶多了很多位 那我們會考量來推薦 可是今天就像剛剛上面一個議題是一樣的 其實新的文資法裡面有很多 都在補充的這一塊 那這個其實做歷史建築也不會過來 因為這個空間曾經發生這樣的事情 還是請委員就今天的提案的項目來做討論 所以我再講就是說 我們還是請教各位委員 回到我們這樣的一個歷史建築 今天的提案的部分 在專業上面的審議 我們給大家一個看看 所以我們請教的地方好不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想這個我們的專案小組的提案 不管是內容的一致 或者是說他的職業深入 應該都沒有太大的改戰 結果這個文資的相關規定 應該也都符合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就是 按照專案小組的提議 跟今天所提辦的這些事項 來專案通過 主席不好意思 主席不好意思 因為剛剛那個米辦事項 我們修正了幾個小字 可能在做確認 那我們先做針對登錄理由 做全數的念數這樣來做確認 第一是林家族人來自泉州安息 原居住時定並經營茶葉 後遷居台北市 經營茶葉至今已至第五代 目前能維持茶葉的生產 該茶行能保存完整的茶產業鏈 包含上下游的種茶至茶商業文化 甚為完整 為台北茶葉產業文化之代表 那剛剛可能書面上面把那個全州 誤打直為張州 所以這個部分有做修正 那第二個部分 建築物於1966年新建 建築物質為改建 所以這邊稍微做一個文字上的調整 好 我們針對這個修正的這個登錄理由 跟這個相關的依據 應該都有問題 來請 簡單一個字 就是第一點那個部分 你前面寫 倒數第二行寫茶產業鏈 然後呢 後面寫茶葉產業文化 那既然這樣寫的話 要不要寫說茶產業文化就好 茶產業文化 因為茶葉產業文化蠻特別的 應該是茶產業吧 不是這樣 應該可以吧 作為也應該可以 好 他有沒有其他修正的建議 第二點 像武漢的範圍要把它做修正 好 這個武漢語以後記者 好 不要有意思 對 第三行 中間 分標的 第二點的第三行 中間 其他還有嗎 來請 這個 經營茶葉這個地方是比較嫌 比方說茶產業可以提 第一點的 第二行的頭 就是前面 人區處實定並經營茶葉 這個地方會改成茶產業或者是 可能是茶產業會比茶葉要好 好 還有沒有 大家再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話 反正我們 這個 如果這個案子 如果大家還有這個 其他相關修訂的話 我想登陸的理由 我們在這個下一次會議記錄做確認的時候 應該還有機會 如果現階段沒有我們就照這樣通過 但是我還是要跟我們這個林家的這些兩兆 要再呼籲 就是說按照這樣的一個登陸理由 雖然這個文資會在審議過程不宜有任何的考量 但是我剛剛這樣個人看啊 就是說就家族來講這樣登陸的理由 應該兩兆貼開爭議都是有一個光榮感 那我們也不希望就是說文資審議 為了整體的社會也光大家族的這樣的一個榮耀的過程裡面 會變成是雙方兩兆未來爭議的一個依據 所以我們也是衷心的期待 就是說大家都能夠正面去看 我們真的也無力去介入也不能夠了解 當然就是說是非公道 大家都可以正面去看看 還是希望大家都能夠正面看待這個事情 好不好謝謝 來我們進行下一個案子 審議案5 案由文化警官殘除3登陸理由保存及管理原則案提醒審議 按由是文化警官殘除3登陸理由保存及管理原則案提醒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四五十五條及文化警官登陸及廢紙審查辦法辦理 辦理情形呢 據上次已經有略數過 我們這次直接從我們上次第八十次文資會的決議開始說明 請各委員看一下 之前的這辦理情形也有做說明過 那業務科這邊就不再熬數 有關 有關 第十四 有關 本局於105年5月9日提送本委員會第八十次會議審議 經委員提報人及相關單位綜合討論後 由主席才示 將提報人及相關單位之建議納入保存及管理原則進行修正後 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第十五條 好 殘除工作室於105年5月17號來函提交殘除山保存原則修改意見 與第八十次文字會意見回覆 回覆內容如下 第一 若須康明傑老師補充殘除山此區原住民之歷史脈絡 再請本局再行文 第二點 對於台大提出建議修改重要景觀元素第三項名稱為農室試驗場昆蟲埔 台北帝國大學昆蟲學及養殘學教室 卡老師認為 因凸顯該區域之整體發展脈絡與意義而非僅強調單動歷史建物 故建議以農業試驗所宿舍群與辦公廳設來描述較為完整 第十六點 空軍作戰指揮部於105年5月27日曾邀請本局前往營區匯甘與延商 出結論概述如下 營區是屬台北市蟬竹山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公告的範圍內 原則上是與文化景觀軍事區劃定是一致的 那管制區內由空座部自行為管 管區內慾化的軍事設施應不影響萬明新村與蟬竹山所呈現的山路景觀的視角 若未來有改建的需求 需提供預畫的長子、興建高度等資料送審 那蟬竹山文化景觀畫地及圍管計畫 屬北市府審議委員會審核全責 因此請空座部含送相關圍管及興建需求等事項 將納入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時研討 以立後續圍管作業的順遂 擬辦事項一 文化 本案文化景觀登陸裡有及其法令依據建議如下 一 蟬竹山位於台北盆地南園 早期為景美新店地區進出台北盆地之貿易要道 此外為防止安息移民與泰雅組織 衝突及微官府課稅納糧與該地區設立卸屬其公館無庭地名的由來 據建政台北盆地開發史之意義 第二點 清寧時期聚落依三角下交通要道生成 柳公郡的評鑑亦提供聚落生活與灌溉水源 奠定農業發展的基礎 日治時期於此區設立農業試驗所及相關廳設 成為農業研發品種改良及病蟲害研究之重症 反映清零至日治時期之產業發展與變遷 第三點 政府遷台後 因殘除山具重要戰略價值成為空戰重要指揮中心 大量軍事設施陸續披見 構成今日軍事的地景 再者 韓戰爆發後未因冷戰的局勢 美國對台提供軍事等援助 美軍13航空隊於附近設立台北通訊戰 並與國軍設立聯合作戰中心 亦見證了美軍協防台灣的歷史 第四點 戰後 殘除山成為重要軍事基地 軍卷聚落隨之營建 形成軍事基地與聚落共生的風貌 隨著60年代 城鄉移民遷入 形成公家宿舍 列管眷村 非列管眷村及自立營造系統 集體構築的建築風貌與有機聚落 呈現台北多元族群之歷史發展 六點 殘除山位於台北市西南區 居於南港三系及新店雪山三系的 生態廊道臨界點 為台北盆地重要的自然生態景觀區 再者 因軍事管制區的劃定 保留大量原始林植被及生物多樣性 形成完整的生態體系 使參入山成為物種重要的生態 棲息地與避難所 具重要生態保存的價值 也有符合文化景觀登陸及廢尺審查判法 第二條第一項 第一二三款 評定基準 這個是聚落歷史空間文理的分布圖 殘除山 下一張是殘除山生態特色的分區圖 裡面包括有各區的一個植被林地的一個範圍 而這次殘除山生態多樣性的一個介紹 包括鳥類的三十六種特有牙種十八種特有種的兩種等等 這次康品傑老師所進行調查研究透過文外線自動照相機拍攝 在殘除山活動的動物包括山羌跟白鼻星 你辦事項二 文化景觀建議保存及管理原則如下 一 重要景觀元素 第一點 清理時期古道 為清理時期台北盆地通往南邊的要道 未來規劃應以維持路徑為原則 並繼續作為公用道路使用 第二點 農業試驗所 宿舍群與辦公廳設 為日治初期自1970年代台灣農業現代化的重要引擎 建政農業等職產新業與戰後以農養工的時代發展 有其歷史的意義 建物以原地保留為原則 內部空間可做彈性的規劃 三 軍事設施包括防空洞坑道跟砲台 其建政1950年代邊界防禦中美協防之軍事地景 有其歷史意義 以不破壞該區軍事設施為原則 若未來有開發使用陰先匯農國防部 內政部警政署進行調查研究 第四點 國防部列管及非列管眷村建築物 建政戰後普通時期多元移民社群所形成的共生聚落 有其歷史的意義 以保留聚落空間文理為原則 建物內部空間可會同國防部做彈性的規劃 第二點 其他部分 一 生態區 本區執行有效能源管制 未來使用應評估對生態之影響 並對區內生態應進行調查研究 令不得破壞 殘除山路之視覺景觀軸線 維護其自然風貌 第二 一般管制區 內政部警政署管轄範圍 本區以軍事使用為原則 並維持現況使用 談未來有其他非軍事之開發計畫 應以不破壞既有軍事設施 坑道砲台及殘除山路之視覺景觀軸線 維護其自然風貌 三 軍事管制區 國防部管轄範圍 以本區尊重軍事單位之獨立運作 以國防軍事管制及使用為優先 應採取與現有設施 維護補充土制管理方式 並以軍事設施周邊及本體之維持為原則 第二點 文化景觀範圍內 軍事設施及營區土地使用管制 即軍事設施之變更或增設 應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及國家安全法相關規定辦理 以不破壞殘除山路之視覺景觀軸線 維護其自然風貌為原則 三 其他非軍事之開發計畫 應不破壞殘除山路之視覺景觀軸線 維護其自然風貌 這是殘除山文化景觀的分區圖 其疑於105年1月13日第76次文字會審議會通過 包括軍事區、生態區、居住區區及歷史農業區 這張是殘除山文化景觀範圍土地產權圖 也依第76次文字會審議會通過 而在保存關原則 所謂殘除山文化景觀軸線 大致是以 幻明青春前的Y字路口為中心點向 殘除山路方向 關著這條軸線為主 擬辦三 本案提請本委員會審議文化景觀 殘除山登入理由 保存及管理原則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以上,報告我幫你 好,謝謝 我們相關的代表裡面有沒有 表示一件 還有先補充說明的 這個是國防部 又要表示一件 補充說明的 有沒有 所有權人也來了 就是 這幹什麼 不是 好,來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夜館眷村文化的朱宗校 因為我們現在 夜館的範圍是 幻明青春 也就是之前安置眷戶的一個範圍 因為幻明青春現在所坐落的土地 它的管理機關目前是 台灣科技大學 原本在我們公務的規劃是 完成眷戶安置之後 再沒有公務需求 就必須把地上建物來辦理拆除 然後點還給土地管理機關 那因為現在目前 幻明青春 把它登入為文化景觀的範圍 那地上物沒有辦法拆除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點還給台灣科技大學 那在我們政治作戰局 多次跟台灣科技大學來協商 那該校均表達 中文貴 九千山 很多人 在研究等